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木禅在微博上发文表示 他申请了不公开审理 以避免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并防止对方利用案件获取流量 然而 风歌王命天涯却在微博上公开了一封至法庭的申请书 要求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 理由是公开审理能够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并促进司法透明和法治建设 究竟谁的立场更有道理 这场名誉侵权案的审理方式会如何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社交平台X上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一则贴文 瞬间点燃了网络世界的讨论氛围 著名爱国博主 孤烟木缠塑 知名APP主风歌王命天涯名誉侵权案即将开庭 这起案件由于双方的影响力和话题性早已备受关注 而令人意外的是 案件第一站竟是是否公开审理的争斗 双方各执一词 引发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首先 账号孤烟木缠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他坦言已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 理由有二 其一 他希望避免舆论的引导 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其二 他不想给对方提供炒作的机会 不愿让这起案件成为某人吃流量的盛宴 他明确表示 我们等待结果就好 相信法律是正义的 然而 账号风歌王命天涯随即在微博上发文回应 措辞严谨且充满信心 他的立场鲜明 要求案件公开审理 他认为 公开审理是确保司法公正和透明的重要手段 也是保障公民权益的基本要求 周立峰在微博中详细陈述了他的观点 他坚信 只有通过公开审理 才能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 并避免滥用权力和不当行为 同时 他认为 公开审理能让公众了解案件真相和判决结果 减少猜测和传言 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周立峰在他的微博中说道 公开审理有助于促进司法透明和法制建设 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可以有效防止腐败和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只有通过公开审理 才能让司法机关更加公正 公平 公开地执行法律 确保司法权力的合法行使 他还恳请法院邀请公众 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审理过程 并允许他们对案件进行报道和监督 这场公开审理之争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支持孤烟木缠的网友认为 不公开审理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避免案件被过度炒作 而支持风歌王命天涯的网友则认为 公开审理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 舆论监督有助于防止司法不公的发生 双方各执一词 争论不休 随着案件的逐步展开 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 某知名法律评论栏目特别邀请了一位法律专家进行解读 专家表示是否公开审理 主要取决于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申请 在一些涉及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的案件中 法院通常会选择不公开审理 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公开审理有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和透明度 而另一家知名媒体则采访了一位社会学家 他认为 这场公开审理之争 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和透明的高度关注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 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 也需要更加审慎和透明 这场公开审理之争 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 而这只是这起名誉侵权案的开端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更多的细节和真相将被揭示 公众也将继续关注这场网络世界的法庭大战 在这场充满悬念和争议的名誉侵权案中 司法公正和透明将如何体现 法律能否在舆论的喧嚣中保持冷静和公正 这一切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孤烟木禅速封割 亡命天涯的名誉侵权案 不仅是一场法律的较量 更是一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考验 随着案件的逐步推进 更多的细节和故事将被揭示 而这场公开审理之争 也将在未来的司法审判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 如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所带来的讨论和反思 必将推动我们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理解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尊敬的法庭大人 我请求这场名誉侵权案部公开审理 这并不是因为我怕见光死 而是希望避免舆论的过度干预 想想红与黑中的鱼帘吧 它的命运多少被舆论所左右 我们不能让这起案件变成一场流量大餐 大家围观的不是正义 而是一场狗血剧 楚天书你说得好听 但你别忘了 透明是公正的基础 要是闭门审理 岂不是给了滥权和不公的温床 别忘了 历史上多少冤案都是在黑暗中酝酿的 想想白鹿园里的田小鹅吧 她的命运在黑暗中被决定 结果如何 我们需要灯光 需要公开 琪琪姐 你说的透明我理解 但你想过没有 公开审理可能引发的网络暴力 现代社会多少无辜者 在公众审判中被毁了生育 想想 哈利波特里的小天狼星布莱克 他被误认为是叛徒 全魔法界的舆论 压得他喘不过气 我们要的是法律的公正 不是网络的暴名 哎呀 楚天书 你别启人忧天了 公开审理不是网络暴力的温床 而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戾气 看看十二怒汉中的那些陪审员 他们在公开审理中通过辩论追求真相 最终扭转了冤案 没有公开 谁来监督审判的公正性 我们要的是阳光 法律需要在阳光下运作 七七姐 你说的热血沸腾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公开审理可能变成一场舆论审判 法律的声音会被淹没在喧嚣中 比如疯狂动物城里的尼克 他在舆论的洪流中差点失去一切 我们要的是冷静 理性的审判环境 而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吃瓜庆典 楚天书 别再用动画片比喻了 现实中公开审理正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看看厚黑学理的那些权谋家 如果没有公开和监督 他们的黑手将无所不在 我们需要的是透明 让公众和媒体监督 这样才能避免暗箱操作 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益 都在阳光下被保护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alth Blood and steel Screams unheard Buffets real Inborn who's called Force to slay Worker's fate in the shade Curse to war Silent fight Crickles burn like a knight The sun The ugly Economic power through the sea Curse to war Silent fight Crickles burn like a knight To the storm The ugly Perker's fate in the shade Curse to war Silent fight Crickles burn like a knight Curse to war The ugly Ignatant power through the sea Curse to war Silent fight in the sha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